《香港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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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曠祖輝 歡迎收看今集的《香港股市》 《香港股市》 在香港已經創立80多年的周大福公司 簡直就是珠寶界的代名詞 而作為周大福珠寶的馬ket人 鄭小宇彤 更加就是一位全其人物 在香港 鄭小宇彤向來也是以大膽 和敢於冒險見稱 人稱他為沙膽狼 她橫跨朱寶和地產這兩個大行業 由珠寶大王到地产大坑 敢示敢冒险 亦都因为这样而斩获无数 郑玉彤在早年出身寒微 由一穷二白到身家过亿 郑玉彤的经历 对于那些追梦者来说 的确是一个值得学习的对象 指缝为分步入金行 而施香港终成珠寶大王 地产、赌业、走资 众说纷纹 珠寶大王郑玉彤正在继续 1925年8月26日 郑玉彤出生在广东顺德园 一户贫寒的家庭 父亲郑玉彤 是广州筹段庄的一名伙计 在1940年 战火蔓延到广东顺德 因为兵方马劣 郑玉彤的父亲就把郑玉彤送到澳门避难 在当时香港已经沦合 澳门是广东人理想的避难所 但由于这里人口激增 屋造飘升 食品、蔬菜的物价、高涨等等的民生问题 也都只是得有钱人才有资格住的避难所 根本就轮到一些所谓的穷人住 家境清贫的郑玉彤 根本就承担不起澳门的生活 那他父亲又为什么要把他送到澳门呢 郑玉彤在广州筹断庄当时 有一个叫做周志源的伙计 比郑玉彤大几岁 两个人同度患难 成为了好朋友 周志源离开筹断庄之后 全家搬到澳门 开了一间金店 努力经营之下 生意都不错 郑玉彤今次来澳门 就来投靠他 第一次来到澳门的郑玉彤 完全不知道父亲的用心 郑玉彤和周志源 私交甚督 可以说是非常老友 更难得的是 两个人的老婆 几乎是同时间有喜 于是就决定 如果生的是一男一女 就结为亲家 没多久 周志源老婆就生了个女儿 叫做翠英 两家人相计报喜之后 周志源两人就去食堂 同饮一餐 这一头亲事就正式定下来了 来到澳门之后 为了谋生 郑玉彤开始她打工仔的生涯 虽然是以准女婿的身份 在店铺帮忙 但郑玉彤一样要由低做起 最初她只是负责掃地 倒谈半洗厕所 空余的时间才在店面学做小生意 但郑玉彤很聪明 也很好学 善于由小事上官人于名 将每一件事都做得妥妥当当 学府周志源出名了我 私底下甚至有人叫她做轰炸机 可以说个个都害怕了她 但郑玉彤就从来都没有被她骂过 因为郑玉彤聪明勤力 为人老实 没多久周志源就让她正式学做生意 学做生意的时候 她又很喜欢想想 经常出去看看其他珠宝行是怎样做生意 取长保短 三年后就升了做主管 就在这个时候 她和周志源的女儿周翠英结婚 1946年 周志源派女婿到香港开分店 当时郑玉彤拿着两万元现金 和二十四两黄金来到香港 选指皇后大途中148号 成立周大福金行 郑玉彤刚刚开始的时候 只是做人事部经理 负责帮金普请人 凡着她的眼光 请了一批优秀人才 令到金普的生意大修往长 到了五十年代中 郑玉彤在周大福金普负责管数 还独立负责黄金交易 1956年 周志源把生产全部交给郑玉彤管理 郑玉彤也正式由打工仔变成老板 做了周大福金普王国的华士人 当时香港的金普多不勝数 竞争激怜 考虑到一般金普的黄金成色都是99% 即是九九金 为了可以杀出重围 郑玉彤决定推出首创四条九 即是含金量是99.99% 足金 虽然客量大增 但代价都不小 每天卖出一两金就要欠几十元 做生意 哪里有人说会做虚本生意 所以店铺开始就有一些不同的声音 外界也不看好这个年轻人 不认同他那种疯狂的行为 但郑玉彤就历排中意 他认为这是一个免费的广告宣传 洩就是赚 虽然成本高出几十万 但就当作广告费 过了两年果然不用做宣传 周大福铸造的金星 令各间的店铺都差着来拿货 九九九九金的成功 既为周大福带来了丰厚的盈利 也都令他带来了良好的信誉 顾客都说周大福的金是真材实了 继金色打向名堂之后 郑玉彤再接再来 由主公女人至外的铸石 六十年代的香港 唯一拥有Debeer 大比尔斯铸石入口牌照的 只有廖桂昌 其他人都没有办法经营 但郑玉彤为了拿到这张牌照 他索性在1964年 去南非买了一间有Debeer牌照的公司 之后再买多几张牌照 成为香港最大的铸石商 自此之后 周大福黄金、铸石、两饭通吃 高峰期还包揽了全港铸石入口量的三成 而他亦都赢得珠宝大王的青鸿 有了资本 郑玉彤就开始向外拓展 1970年 他和何善行、郭德胜等人 组成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 郑玉彤本人占了57% 做大股东 全面进军地产界 投资兴建了新世界中心 香港国际会议展览中心等 超大型的项目 成为香港超级富豪 郑玉彤成为了大赢家 由于他大胆投资 外界就称他做沙胆堂 更为沙胆的是 他够胆搂过界 涉足赌业 搂过界投资赌业 涉足赌王、赌姓较量 澳门又起风云 跨过豪岛、屡败屡战 为扩张铺路 珠宝大王、郑玉彤 稍后继续 这里是香港卫视 关注一个国家 一片区域 一个城市的命运 讲述一个个地方 历久弥新的航桑变化 一讲 为您展现历史的真实和多彩 正月彤一直都认为做生意已经有赌博成份 大生意就大赌 小生意就小赌 生意有赚有产 正如赌钱一样 有赢有输 同样是做生意 为什么不可以做博彩生意呢 赌王何鸿生已经在澳门做到风生水戏 全民来自赌业的纯利 超过香港任何一位富豪的股息红利 正月彤不介意人家说他 老片满 做生意是为赚钱的 开赌赚到钱又有什么所谓呢 涉足赌业的机会就出现在1975年 1975年澳门娱乐公司和澳督府签订的合约本期 澳渔公司的元老 卓号赌姓的叶汉 因为不满何鸿生部长大军 乘机拉拢郑玉彤合作 向澳门当局提出增加赌税 企图争夺赌业专营大军 但是老谋深信的何鸿生旗高一着 他怕郑玉彤财大气粗 和叶汉联盟之后就更难以应付 于是就决定瓦解叶郑同盟 郑玉彤插足赌业 无非是为赚钱 于是何鸿生出招利友 和郑玉彤承诺 只要他肯放弃劲头赌牌 将来有机会的话就给他参股 股份不会少过叶汉 现在所持有的股份 另外郑玉彤又动用奥督府的关系 在政策上加以限制 打造双重防线以防万一 几下功夫 不单止瓦解了郑叶同盟 还和郑玉彤做朋友 成为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最后叶汉没有了郑玉彤这个巨大财力的支持 一时之间都找不到适合的财权入口 赌牌镜头自然就难以继续下去 不过叶汉都不是一个容易放弃的人 他另谋出路 选择开办赛马车场 和赌王再斗过 叶汉和郑玉彤关系密切 赌牌镜头虽然不成功 但并没有影响两个人的关系 赌马车场 郑玉彤依然有份参与 而郑玉彤对赌赌很有兴趣 平时喜欢和其他的富豪朋友 玩坐大跌 上落都以万计 同时他又是高尔夫球场的常客 据一周刊的报道 这些超级巨富 玩球的时候也带着赌博的成分 一杆起码都二十万上落 一栋有时差不多达到几百万 郑玉彤和李嘉诚、林建岳等 就去斗李兆基 一个星期就输了成一千四百多万 由于香港禁赌 所以这则新闻一出就令人哗疑 郑玉彤就觉得没什么大不了 在他看来大有大倒 小有小倒 入主赛马车协会 只是令人小倒移情而已 郑玉彤成为了奥狱董事之后 并没有完全按照何鸿燊的意愿 澳洲这些倒业已经发展得很好的地方城市 但是太窮的地方不行 枫废的地方也不行 动荡的地方更加不行 选来选去 最理想的地区就是中东石油大国 1963年 伊朗国王巴列维发动不流血的白色革命 想将伊朗变成英国式的军主立权制民主国家 大胆引入西方生活方式 那里的女人都可以揭开面纱 在男人出没的娱乐城抛头露面 郑玉彤和何鸿燊兴志勃勃 计划在伊朗首都开设一个跑马场 赚阿拉伯人的石油美金 于是两个人就飞到德克兰 经过一番的努力 终于就在巴利维政府手里 得到为其三十年的跑马场经营权 而那时的德克兰根本就看不出 有皇权不稳的迹象 西方商人混习 大家都看好伊朗宽松稳定的投资环境 国王直接控制五十几万人的美式装备军队 郑玉彤等人投资五千万美金 建造了西亚最大的现代化跑马场 但天有不测之风云 一九七八年春天 伊朗发生了伊斯兰革命 政局变得不明朗 之后霍梅利返回伊朗接管政权 开始了政教合一的统治 西方文明那套被诉出国外 作为中方人士 郑玉彤等人受到礼代 政变发生了之后 跑马场还开了三个月 但没多久 有个人 一班曾经参加过倒马的阿拉伯人 冲入赛马场 弄坏了所有场内的电子计数器 和赛马设备 把所有彩票烧毁 马会的工作人员也要撤回香港 令到今次五千万美金的投资 血本无归 今次郑玉彤终于冷静下来 暂时放弃和何鸿燊合作赛马场 也不再资助叶翰的赛马车场 一九八二年 叶翰因为不敌何鸿燊 被迫放弃奥狱股东的身份 为了集中人力和财力去拯救赛马车 他将自己约百分之十的奥狱股份 以三亿港元的价值 转让给郑玉彤 自此之后 澳门博彩热 就进入了何鸿燊 霍英东 郑玉彤三巨头 并嫁齐区的新时期 同样 一九八二年 中英谈判暴入议程 香港一众富豪 都在找海外出路 郑玉彤不像何鸿燊一样 有一张属于自己的赌牌 进军海外 对郑玉彤来说更为迫切 前事不忘后事之思 他们不敢再贸言去第三世界投资开赌 转移将目标 放在有合法赌博天堂之称的澳洲 但是海外赌业比不上澳门 郑玉彤浅转澳洲西班牙 美国越南都没有斩获 最后事隔十年 在一九九二年 郑玉彤投赌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的赛马墙 经营权报入赌业十几年 终于有所收获 不过在这一件事上 又引发了很多的揣测 海外扩张 走资还是投资 在商而商 政治又该如何看待 回归之后 何去何从 珠宝大王、郑玉彤 稍后继续 这里是香港卫视 关注一个国家 一片区域 一个城市的命运 讲述一个个地方历久弥新的 沧桑变化 一讲 为你展现历史的真实和多彩 由一九八二年开始 郑玉彤除了寻找海外赌业 在其他方面它都有发展 从亚洲、北美洲到澳洲 建立一栋又一栋 引人注目的大下物业 这些香港富豪的跨国行动 引起香港舆论 有人说它们是海外投资 也有人指责它们是变相 转走资产 一九八二年九月 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 就香港问题第一次访问北京 中英谈判之后 香港爆发信心银机 人心动荡 香港人纷纷抛股吐燃 恒指持续下跌 在这个关键时刻 富豪的投资动向 自然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 究竟是留还是走 都影响着整个香港 一九八五年 郑玉彤远赴加拿大投资地产 一九八六年 郑玉彤连同李嘉诚、李兆基 联手开发了加拿大细博会 旧纸一幅二百零四畝的市区 黄金地皮这一笔交易 惊动加拿大地产界 也都成为了香港报刊的大新闻 据香港政府提供的数据 一九八六年到一九八九年间 香港向海外投资 总共有九百五十一点一亿港元 最大受惠国是加拿大 美国和澳洲 郑玉彤一直声明他是一个商人 不懂政治 更加不会过问政治 但是不等于他不关心政治 尤其是他拥有庞大的家产 历史正处于重大的转折时期 一九八二年 中国接管香港的消息不断地传出 香港有人组团访问英国 同时也有人组团访问北京 希望知道消息真是 这一年香港华人商界由冯景熙带头做团长 带团北上绑京 郑玉彤就是其中一员 他们受到中国国家领导人接待 这次话题的重点 正正就是香港前途问题 国家领导人接见他们的时候 提到要收回主权 港人治港 但郑玉彤就觉得有一些不可思议 所以他说了一句 港人治港 行吗 整个会谈 基本上都是由精通中国政治的冯景熙 和胡应商 和中国国家领导人去对话 他们很远转地说出了香港商界的种种疑虑 至于其他成员 明白到事关主权问题 都是小心翼翼 少讲为妙 唯独郑玉彤口直心怀 郑玉彤仿京的传闻 经常被朋友拿来当笑话 由那次之后 郑玉彤尽可能在正事上保持低调 绝不出风头 1985年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组成 其后有支咨询委员会 何鸿燊导员郑玉彤参加 郑玉彤不肯 在何鸿燊分析利弊之后 郑玉彤才答应了 但是任支委大人的郑玉彤出席会议 就好像一尊佛一声都不出 一反他火爆童的作风 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问郑玉彤 郑玉彤就说 言多必失 小说为妙 1987年 港府推出民主化方案 引起香港各界为八百直选而增压 对政治敬而远之的郑玉彤就突然跳到台前 不单不怕禍从口出 还够胆白纸黑字在报刊发表文章 说出直选要害 我虽然是政治门外看 但事实告诉我 政治制度过分急速 不是老百姓想见到的 亦更加不是投资者想见到的 香港传媒评论郑玉彤的言论 郑玉彤的观点和中共的论调合拍 似乎是同一口径 郑玉彤和中共中央合拍 并非是偶然的巧合 她的商业布局 已经伸延到了中国大陆 在内地 郑玉彤逐步和政府官员 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陆续在内地投资 先签了广州幻城公路 和电厂两项工程合约 另外有投资地产 酒店 配入内地改革开放的高速发展 赚到盘满滑满 九七之后 和中共建立良好关系的香港富豪 更加是一年胜过一年 回归或者就是一次的机遇 回归之后 郑玉彤其下的新世界集团 更加是发展迅速 在中国内地现时的投资 已经有170亿美元 遍布四个职核市和二十多个省份 而郑玉彤本人更加长期 新居在香港富豪榜之中 2015年1月以150亿美元 位列2015福豪市香港五十富豪榜的第三位 而在几年前 在商海拼搏几十年 已经86岁高龄的郑玉彤 宣布辞去新世界主席 正式退休 新世界集团也步入新的时期 多谢大家收睇今集的香港富豪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